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传统产业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日新闻 我们首先关注中国警方打击2024欧洲杯跨境赌博诈骗行动 警方共逮捕了114人 并查获大量非法赌博设备和资金 同时 中国永江正面临美国禁要调查 23名永江因为通过2021年的要减而继续参赛 引发国际关注 最后 专家警告外企在华前景堪忧 随着中国商业环境日益复杂 外企需谨慎评估长期经营风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e Asia报道 欧洲杯2024足球赛事的热潮 引发了一波跨境在线赌博诈骗 促使中国警方展开大规模打击行动 近期 中国当局破获了多个与欧洲杯相关的在线赌博团伙 并呼吁公众警惕利用赛事进行的电信网络诈骗 北京公安局宣布了一项针对赛事期间非法赌博的特别行动 6月26日的一次协调突袭行动逮捕了21人 缴获了电子设备 账本和银行卡 与此同时 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警察局与中国大陆和香港警方合作 捣毁了一个跨境非法赌博和洗钱集团 逮捕了93人 缴获了超过8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 该集团自2016年以来运营 非法接受的体育相关赌注超过10要门员 成都清白江区公安局也逮捕了两名 通过微信运营在线赌博的嫌疑人 他们作为海外赌博网站的代理 接受了超过40万元人民币的赌注 警方警告公众提防在线欺诈 上海公安局特别指出四种常见骗局 假冒投注网站 虚假中奖通知 欺诈性游戏结果预测服务和伪造纪念品销售 在线体育赌博在中国是非法的 违法者将面临严厉处罚 Nike Aira报道 国际游泳联合会表示 其最高管理者已被命令 在美国刑事调查中作为证人作证 涉及2021年未通过要检 但仍被允许继续参赛的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消息传出时 据巴黎奥运会仅剩三周 其中11名测试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 将参加奥运会 这些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为中国赢得了三枚金牌 当时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为对中国当局 以酒店食品污染为由的解释 提出质疑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 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此案 国际游泳联合会证实 其执行董事布伦特·诺维奇 已收到美国政府的证人传票 该案件可能成为2020年 通过的美国联邦法律的最高调使用 该法律允许对涉嫌兴奋剂阴谋进行调查 即使发生在美国境外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接受了食品污染理论 使得中国游泳运动员得以继续参赛 但此案的处理方式引发了广泛争议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表示 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可能会让前往美国的体育官员 担心他们可能需要回答联邦调查局的问题 MIKEY ASIA报道 特里尼地商学院的商业研究教授路易斯 布伦南认为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未来正变得越来越有限 曾几何时 企业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国产品价格 这成为竞争的必要条件 然而近年来 随着疫情期间单一来源供应的脆弱性显现 以及中美及其盟友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 企业开始采取中国产品加一的战略 即在保持中国市场存在的同时 寻找其他供应来源 然而 美国和欧洲公司对在中国运营的前景持 最为负面的看法 中国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新的法规和安全限制的随意性增加了运营难度 即使是像苹果和大众这样的成功企业 未来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监管和技术环境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尽管如此 许多外国公司仍然致力于在中国市场运营 因为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领先市场 然而 中国日益变化的监管和安全环境 可能会使这些商业活动面临风险 因此 在中国运营的潜在收益可能会受到削弱 Nikkei Asia报道 尽管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 但由于房地产危机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增长将放缓 最新的Nikkei和Nikkei Quick News调查显示 30位本地专家预测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5.1% 较第一季度的5.3%有所下降 Legal and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经济学家 Matthew Roger表示 中国经济轨迹为稳定制下行 并指出缺乏进一步的改革和刺激措施 尽管如此 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上调了全年预测 主要原因是第一季度投资和出口强于预期 Fitch Ratings的Jeremy Zuck指出 财政支持应有助于下半年增长 但国内需求依然疲弱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经济学家们还对中国市场情绪表示担忧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疲软和消费者信心不足 根据Nike AZA的报道 台湾公司在新加坡展开了魅力攻势 吸引投资者 以避开中国市场的政治风险 4月 台湾证券交易所率领包括红海科技集团 富士康和红旗在内的多家重要公司 前往新加坡吸引投资者 台湾证券交易所表示 新加坡因其政治稳定 法治强和高效治理而备受投资者青睐 新加坡的吸引力在于其作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枢纽 以及其作为亚洲家族办公室的首选地点 台湾企业代表预计未来将更多次前往新加坡与机构投资者会面 以捕捉流入东南亚中心的资本 台湾网络安全公司Sycraft和人工智能心理治疗产品供应商 Bamboo Technologies等公司表示 他们更倾向于在新加坡筹集资金 因其可预测的监管环境 Nikkei Asia报道 普华永道PWC任命内部高管李丹为中国区新负责人 此时该公司正面临中国和香港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查 李丹自7月1日起担任PWC中国及亚太区主席 接替6月30日退休的赵伯基 今年早些时候 普华永道因其作为中国恒大集团审计师的角色 而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关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现 恒大在2020年通过其主要子公司恒大地产 夸大了564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普华永道可能面临至少10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和暂停部分中国大陆业务的处罚 香港审计监管机构也在调查 普华永道的质量管理系统和恒大审计的质量 普华永道在恒大事件后失去了许多中国大陆客户 李丹成为首位领导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区业务的大陆高管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今年的早到收成将受到极端降雨的影响 导致产量下降 这一情况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构成压力 尤其是在南方和东部主要产区 持续的暴雨导致水稻提前发芽 据湖南省湘英县的农民丁永介绍 低洼地区的水稻填被淹 减产几乎是必然的 江西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持续的高温 高湿和强降雨导致部分水稻提前发芽 影响品质和产量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江西视察防洪工作时强调 今年频繁出现异常天气事件 要求地方官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研究显示 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降雨 预计到本世纪末将使中国的水稻产量减少8% Nike Asia报道 随着中国影子银行中止企业集团的破产清算 引发的连锁反应 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警告投资者可能受到影响 清算人北京大城律师事务所申请将中止 及其247家关联公司合并为一个实体进行破产清算 指出这些公司之间的复杂关联关系和巨额债务 中止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今年1月宣布破产 当时其负债总额为95.85亿元人民币 而资产为93.85亿元 现金仅有180万元 大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逐一清算成本过高 会严重损害债权人的整体利益 中止的破产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危机 和影子银行部门的一些失败 尽管信托公司减少了对房地产的暴露 但非银行实体的财富管理产品 仍可能带来更多的信用风险 南华早报报道 马来西亚耗资1000亿美元的中国支持的森林城市项目 原本计划容纳70万人 但由于入住人数稀少 开发商试图将其转变为旅游中心 也未能成功 现在 这个庞大的开发项目 成为了几部真人秀和纪录片的拍摄币 Netflix的真人秀节目 The Mall第二季就在这里拍摄 参赛者在空荡荡的城市中完成挑战 韩国KBS的旅游真人秀 Battle Trip和德国ProSieben电视台的短纪录片 也在此取景 奥地利的纪录片 Hungry Tipping the Scales 也曾在这里拍摄 森林城市项目于2006年宣布 计划包括公寓 水伤乐园和酒店 但八年后 只有几千人居住 开发商中国碧桂园面临巨大的财务问题 到去年为止 计划中的物业只有约15%完成 大部分完成的公寓 似乎从未有人居住 Nike Asia报道 香港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 迎来了新的经济措施 恰逢香港回归英国27周年纪念日 这些措施包括 赠送一对新的大熊猫 为非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 提供免签证入境中国大陆的政策 以及扩大内地游客在香港的免税购物额度 香港特首李家超对此表示感谢 并称这些措施是他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所促成的 此外 李家超还提到 正在与中国商务部进行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CEPI的谈判 重点是香港在法律 金融和建筑等服务领域的优势 CEPI是2003年签署的经济协议 旨在促进香港的经济发展 同时缓解当时因SARS疫情和政治动荡带来的公众情绪 新的大熊猫将由海洋公园接收 这不仅将提升香港的旅游吸引力 还将扩展海洋公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李家超对新的免签政策也表示极大兴奋 认为这将加强香港作为中国商业枢纽的地位 Nike Asia报道 在北京的一次国家科技奖颁奖典礼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列举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 如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仰样本 国产飞机的商业飞行 以及中国电动车对全球汽车产业的颠覆性影响 但他也警告不要自满 指出中国在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方面仍有不足 中共官员预计将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强调 加快实现2035年科技自给自足的目标 这次会议被视为推出重大经济政策的跳板 但一些专家认为会议可能会重申现有政策 而不是开辟新道路 经济学家们认为 政府应优先解决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并期待新的政策支持能为中国股市注入新活力 尽管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缓解房地产市场压力 但效果有限 经济学家们呼吁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 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 Nike Asia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PBOC宣布将开始介入中国政府债券 这是为稳定过热市场而采取的一步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 金融机构纷纷涌入政府债券市场 推高了价格并压低了收益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在一次演讲中提到 中央银行应特别关注 非银行机构持有的大量中长期债券 带来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 他还表示条件已经成熟 央行可以通过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中国政府债券来注入基础货币 目前人民银行持有1.52万亿元的政府债券 占总量的比例相对较小 市场人士认为 不能排除央行进行空投交易的可能性 Nike Asia 报道 中国在2023年超越丹麦 成为全球风力涡轮机专利竞争力的领导者 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市场中的60%份额 国际能源署预计 到2030年 风能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将从2022年的7%增加到15% 而发电量预计将增加2.5倍 达到5229泰瓦时 相比于夜间无法发电的太阳能发电厂 风能可以全天候更稳定地发电 东京的研究公司Patent Result 对2015年至2023年4月底之间 发布的169,822项专利进行了竞争力评分 结果显示 中国在专利申请数量上自2005年起 就超越德国和日本 2023年首次在专利竞争力评分上超越丹麦 中国制造商通过开发更大更便宜的涡轮机 来提高输出和降低成本 计划在2025年开发出世界上最大的22兆瓦涡轮机 中国制造的风力涡轮机价格具有高度竞争力 2023年下半年 中国制造商的电机价格为每兆瓦30万美元 仅为其他国家制造商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风力涡轮机出口在2023年达到3.6几瓦 比2022年增长了60% Nike Asia报道 中国综合企业复兴国际计划 以408亿日元2.52亿美元出售位于日本的星野度假村 涛默默滑雪场 这是该集团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剥离非战略资产的举措之一 复兴持有星野度假村 涛默默的主要资产 通过其子公司东京新雪公司持有99.998%的股份 将出售给有限责任公司YCH16 复兴在2015年通过其上市子公司上海御园旅游商城 以183亿日元收购了该度假村 该度假村包括滑雪场、酒店和游泳池 深受中国和其他海外游客的欢迎 新雪公司的资产总额在2023年达到438亿日元 净利润为6.11亿日元 由于恒大集团的崩溃 引发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 复兴面临财务紧缩 联合创始人郭广昌表示 计划将资源转向面向消费者的业务 今年 复兴还出售了其在葡萄牙商业银行的部分股份 并于5月决定将德国私人银行Hawk Offhauser Lampe 出售给荷兰金融集团ABN Amro Nike Asia报道 中国顶级社交媒体公司 谴责针对日本人的网络仇恨言论 这是对上周一场导致一人死亡 一名日本母亲和孩子受伤的刀席事件 引发的评论的强烈回应 微信母公司腾讯 抖音母公司 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 微博和网易等公司 都谴责了上周的言论 抖音在周日的一篇在线帖子中表示 这些评论破坏了平台的积极和和平氛围 甚至煽动了非法行为 并指出极端和错误的言论在鼓吹仇外情绪 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刀席事件中 最近的一起发生在苏州 一名日本母亲和他的学龄前孩子 在等校车时受伤 一名中国公交车服务员 在试图干预时因受伤去世 中国的反日情绪 源于对邻国二战侵略的痛苦记忆 导致一些人对袭击中的日本公民表示庆祝 极端评论在抖音上 与对55岁公交车服务员胡有平英雄行为的赞美洪流 形成鲜明对比 腾讯表示 已处理了836个相关违规内容 国家媒体也谴责了网络仇恨言论 人民日报在周五的社论中表示 我们也不会接受个人炒作的仇外和仇恨言论 这对主流中国社会和我们中国人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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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